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未来会缩细沙岭超级殡葬城规模 有议员认为仍然不能接受 殡仪业界认为政府应该找其他地点代替 解决殡议设施供不应求的问题 在沙岭超级殡葬城这里 用航拍机升到大约50米高 就可以望到对岸深圳的建筑物 政府原先规划在这里建殡仪馆和火葬墙 和大约20万个骨灰坑位 基础工程2017年获撥款之后已经动工 至今大致完成邪波巩固和土地平整 因应深圳的发展 去年政府申请第一期撥款时候 有议员质疑选址是否适合 最终要撤回申请 施政报告提出的北部都会区也涵盖这里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殡葬城的规模会缩细 只会起零灰安治所 附近沙嶺村村民表示欢迎 最好不要做得太大 因为做繁华楼那些影响很厉害 阵味应该也不好 交通会好一些 出入会危险 我们接小朋友上学放学都是危险的 多车 在沙嶺道这里 道路工程还继续进行 据了解完成之后 会直接通往殡葬城里的停车场 有议员认为现在周边已经规划做创科 即使缩细规模都不可接受 一个这么有价值的用地 为什么要拿来做骨灰安呢 而事实上你看回北区 我们有和合石 鄰近也可以继续发展 这些堪位的设施 这些殡葬设施 其实它是有需要的 我想它要找一个 大家接受的地方 又或者它的外观 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观感可能被人看上去 没有那么容易反弹 但是始终都是要做的 有殡仪业人士就认为 政府叫停项目 殡仪馆和火葬场 供不应求的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火化旗现在真的一路难得 照常要在网上订楼 十足十足真的跟它打仗 去到今天这样的情形 找到一个沙嶺 是没有人烟的地方 政府自己叫停 如果将来住了人的地方 你哪里有地方可以再做 他希望找其他地方 给殡仪业业经营 无线电视记者 邓文豪报道 那些东西 由你说